好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 第二個議題是關於博愛座的事情 因為之前有個女網友 她這個在博愛座上面坐著 然後因為她當天生理起來非常不舒服 然後結果有個阿伯就跟她說 就罵她說 你這個年輕女生怎麼可以坐在博愛座上面 你跟她起來讓給旁邊的小孩什麼 那個女生可能就有跟她解釋說 我生理真的不舒服 可是阿伯就很罵她說 不管啦 你不舒服我比你更不舒服 就這樣的一個事件 然後後來還造成有藝人這個配身說 那博愛座乾脆就廢除好了 所以今天要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那請問一下大家 大家認為博愛座應該要廢除嗎 圈或差 時鐘鼠 打圈 我覺得應該要廢除 應該要廢 因為我覺得愛心不應該只局限在 那幾個位置上面 因為像有時候我們搭捷運或是公車 有時候很擠 擠到就是很不舒服那種擠 然後就看到 欸 看為什麼博愛座還空著位置 大家都不敢坐 不敢坐 我就覺得很奇怪說 大家是太未善還是什麼 太怕社會輿論的壓力之類 超怕的啊 超怕的啊 他被開戰 藝人坐更慘好不好 完蛋了 馬上被上傳 管你多不舒服 那還是有很多人暗差喔 來 韋琪 我是覺得博愛座這個制度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其實是基於北歐的一個無障礙 無障礙的空間的概念 對 對 但是 呃 因為很多人就是會因為 呃 你說你說你現在車子上還有很多空位 但是你不敢去坐 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是大家心態的問題 因為其實 博愛座的本意並不是說 你就算 呃 你沒有 你沒有受傷你也不能去坐 他其實是 就是你 需要可以去坐 但是你看到 就是比你更需要的人的時候 你在讓位就可以了 他其實並不是說 喔 這個位置就是專門設定給說 喔 哪些人做這樣子 對 不過可能他就會就是碰到一些比較模糊地帶啦 所謂模糊是 有可能這個 看起來滿頭白髮的 事實上它裡面都是肌肉 有沒有看到 像是那個阿伯超厲害的 在花蓮的公園 身體皮膚好超多 那有可能這個濃妝艷魔女人 她剛剛手術完 她真的很虛 但是她化的濃妝艷魔 對不對 那這樣很難判斷 她可能真的站不起來 人家就說 你怎麼沒有讓給這個白頭髮阿伯 對 對不對